棒棒龙出动 嗨 快点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 终于到达了 我们多久没回来了 大家加油 我们快到了 加油 确定是这里吗 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都认不出来了 就是啊 可是我记得就是在这附近的呀 这就是森林的味道 应该就是这里了 真的 是这里吗 你看看下面的草 现在怎么办 这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这里毕竟是我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复旦的地方了 嗯 我们先进去吧 怎么办 要复旦的话 我们得先做巢穴 但是现在草不够 那 用那个怎么样 好呀 就用那些来做吧 要好好长大哦 孩子们 只要这些就够了吗 嗯 哦 不好意思 我肚子饿了 不如我们现在出去找食物吧 嗯 好啊 走吧 走吧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妈妈 快看 啊 啊 这个不能吃啊 吓我一跳 哎呀糟糕了 谁来帮帮我啊 啊 出大事了 得赶快出洞才行 韦斯 用心力量渐身 哎呀不能吃啊 不能吃啊 朋友们 先停下来 不能吃 韦斯 你们不能随便吃这些水果 这些是卖给别人的 水果 不能吃吗 啊 原来是你小时候离开了小镇 现在才回来啊 嗯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里了 我们回到以前住过的地方 却发现找不到食物和水了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很多树林的 肚子也饿了 可是不知道该去哪里找食物 所以才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嗯 是这样呀 我们筑巢的时候也找不到草和树枝 只能用周围的材料来搭建 筑巢 难道 你们要在这里附旦吗 嗯 怎么了 潮穴 潮穴在哪里 如果是没有草丛的地方 可能会有危险 啊 那里 有一些巨大的布围着 地上树立着很高的柱子 后面还堆放着很多很大的石头 啊 长得跟这个差不多 那只是普通的建筑啊 难道是工地 工地 啊 那是危险的地方吗 我们先去看看吧 你是说工地 嘿嘿嘿 大家能很开心吧 当然了 我去到那儿 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我们最喜欢去最需要的地方 给予最及时的帮助 没错 地宝赞成 蓝宝也是 真的真的很开心 哈哈哈哈 那我们出发吧 卡车 手车车 推主车 摇入车 脚踢车 我们是 工程车小队 哈哈哈哈 果然 我们工程车小队是最棒的 大力 呐 呐 韦斯 怎么了 大力 现在在哪里 我 我现在在宫殿里 真的 那太好了 可以帮我看看 附近有没有恐龙蛋吗 恐龙蛋 在这里 知道了 我们找找看 朋友们 听到了吧 我们来找找看吧 这不可能 哪有恐龙会在这么危险的宫殿里孵蛋呢 我们还是先看看吧 看看那 嬷嬷 你又在恶作剧 是恐龙蛋 快 快去救救那些的 我现在去 别担心 蓝宝颜 绿宝颜 我过去 怎么回事 恐龙蛋怎么忽然快方向啊 我来接着 恐龙蛋 要去哪里啊 等一下 马里不行 等等我 去吧 必要收口 做得好 嬷嬷 幸好没事 嗯 绿宝 蓝宝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蓝宝成功救了恐龙蛋 糟糕了 我们果然是最好的宝龙药 最好的宝龙药 你们是最棒的最棒剩下的蛋我们也找找看吧 收到 耶 恐龙药 儿子 还兹 蛇 更May 忘了 恐龙们 呜呜呜呜呜呜 睡得真香 大力 韦斯 嘿嘿 你来啦 我们的孩子呢 没什么事吧 都没事呢 你看看 幸好没事 太感谢你们了 怎么样 还满意吗 这是我们工程车小队 从一大早就开始做的 厉害吧 嗯 非常喜欢 现在终于能安心地待在这里了 现在就暂时在这个临时宿舍里面住着吧 等你们下次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准备好更适合居住的地方 知道了 这些应该够迟一段时间了 真的 谢谢你 好远 洋车双倍成功 难保把石头经理干净 我负责把核带引出来 都做得很好 善善 你那边怎么样 指示牌准备完毕 指示牌吗 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里是你们的临时宿舍 让大家多注意 原来是这样 卫斯 大力 还有大家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不用谢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哇 车就走了吗 我舍不得你们呀 孩子们都平安出生了 我们也该走了 以后孩子们长大了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到时候就能再见面了 嗯 路上小心 我们下次一定会再见的 下次再见的时候 绿宝 兰宝 一定会成为更加优秀的邦邦龙队员 再见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 再见